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电视机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 我是何怀真 在4月30号的大阪 陈一县就是再度的创了个波段的新高 就创新高了嘛 开高走高 谁在带动 我在跟你讲说冲关前的话 这个地方来讲 一定要三档股票 一岛有股王的汉维克有没有再创新高 包括台积电也是创新高 在4月29号的时候 我就特别跟你讲说 这个收盘的时候 实际上就已经很明确了 大盘走在8000点之上 指数空间不大 但是量这个地方来讲 你看到是量 我是量不是问题 这地方不是问题 果然在昨天的时候 大盘呈现就是一个 一个如此的格局 量又持续的放大 最终我跟你讲说 你就注意这三档股票 因为这个行情实际上最重点股市 这大盘涨的 你最多以上很多投资朋友 大盘会不会涨代表什么 这地方当然就比较好赚钱 实际上大盘涨一定要看什么 会不会创波段新高 这是你在乎的 因为看景气好不好 你要不要做的动作 很多人在看大盘这个地方 会不会动对不对 那你要看什么 看台积电 台积电早就已经创了波段的新高点 所以代表 接着来讲汉文哥唱新高 接着来讲大立光 也持续什么 跌升后大涨 这地方都是领先法人 告知你的股票 果然昨天的大盘 也呈现由这三档股票 持续大涨之下 创新高 带动大盘上涨了 就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最高兴的是 大盘不过涨了63点 63点 虽然你要操作什么 你当然要操作股王 但很多人就是这边 当下来讲一直跟不上 但是我必须要坦白跟你讲 这个大盘有一个好处的地方 是说量只有970几亿 970亿亿 代表什么 这量是很温和的放大 多多量开始在放大 所以这一方你不要先 实际上不是来不及 这个行情正是什么 正是一个 你不要认为这行情已经涨上去 没有机会了 实际上这行情实际上正是什么 一个安全期 正在什么量能持续发动 所以你跟不上之前 那当然没有办法 毕竟他已经从这边修正完毕 786 7688这边修正完毕 上涨过来 这地方来讲 但是最重要来到这个地方 你不要想说 这500点这地方来讲 你都没赚到 这地方会不会太追高 实在不会 因为他的量刚刚在放大 所以毕竟他回不去 所以当下来讲 你还是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可以持续带领你本身的话 我就想说520一定有行情了 对不对 那现在快也很快 520马上过了 520的行情当下来讲 的确在之前大盘一定会有表现 所以你单单掌握一个月就可以了 应该也讲说你可以好好去操作 因为这些东西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明白 毕竟这个地方当下来讲 我应该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怎么样的赚钱 就是单月单期 操作像汉维科这样的股票 你有沒有办法拼你的速度 我有赚这个股票你知道吗 最好赚钱 包括大力光 这是龙头股 包括这种股票说实在 从股王的操作上你看到什么 实际上我在跟汉维科跟你讲的时候 就是利用拱手转换点 拱手转换点 而且每次都在修正完毕之后 下跌的过程里面 近期我告诉你 4月15号那个地方 你必须要做进场的动作 已经来到722 那时候你看到什么大盘本身 你都在考虑那些有的没有禽流感 包括什么 对不对 别人在打仗 实际上没打起来 结果自己都下半死 实际上那个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如果那时你愿意跟上的话 实际上汉维科你看我的节目 你都可以 他昨天就差点涨停板了 怕死人 这种股票你看 涨的速度快不快 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4月15号到现在高了什么 半个月 现在严格讲起来 它的一个真的上涨的一个 一个速度来讲 是从上个礼拜三开始正式做喷出 到现在来讲 最少你都有一百块以上的价差 八百九十五嘛 你自己看 我那时跟你公开讲说 骨王的操作 你会选才会赢 我都已经把标准答案给你了 东西就是要操作骨王 你想看我今天逼得赢 什么都不要想 买的就对了 一张送你十万块 真的就十万块 这是摆明的嘛 你什么都不要怕 你礼拜 你礼拜来看我的节目 礼拜三可以做动作 包括现在来讲 实际上 我还是跟你讲你要操作骨王 因为历任的骨王 都是有四位数字以上 这才有这个价值 我跟你谈这个股票 因为你唯有操作骨王 你猜好 我常常跟你讲说 现在很多人在跟你谈 宏达地 哇 来到三百块 那有什么用 你要说宏达地 内收七百块八百块的时候 你操作上一个破断得到一千三 那才是什么 那才是一个真正大好的机会 你要一比较 才知道 什么才真的会赚钱的 是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你要把那种精神 不要再有遗憾 我常跟你讲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喜欢操作鸿达地 坦白跟你讲 他套牢在里面 他指望他能解套 这当然是人之长期 我也不是说他不会长 但是必须你告诉 他会不会长个倍数 对不对 他会不会再长坏四位数字 我想这个地方一定什么 你问十个 最少十一个告诉你 南上加南 那你这样操作他干什么 但是我却可以从 告诉你说今年的骨王是什么 就是摆明是 是汉维科 对不对 包括汉维科本身的话 他代表什么 一档历任的骨王 都有四位数字以上 这才有这个价值称为 叫他骨王 而最重要是什么 他骨本幼小 这我都跟你谈得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我敢买 包括现在本身 你只好看他 拿到895 你问我说老师贵不贵 我跟你讲他一点都不贵 但是他有没有机会再跌下 这才是重点 所以他一直层次地邀请你 你可以这样看看 你要不要 这个地方来讲 应该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看你 我们把汉维科当做什么 你就当做五次操作就可以了 我都不要多 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解决 因为有时候投资朋友最怕是吧 你都有赚过汉维科的钱 但你卖掉的时候 你那个钱守不住 你会想在想什么 你会一直去想去买股票 想说这个地方投资完 赚到这笔钱 我下一档应该投资什么 他听起来是人之常 你实在是错了 你好好的锁住股王的操作 但是这个东西五次就好了 你也可以自己做 但是你做不到 你绝对做不到 那个在考验你的耐心 那多难啊 五次的操作 你想想看从年初到现在来讲 实际上现在不过四月 四月底下五月一号了 好OK 你单单看我的节目 只要做五次汉维科 你有没有办法变成倍数 绝对有办法利用公手转换点 而且当下我就跟你讲得很明白 已近期 好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五百块这边告诉你上来 你都可以从楼跟着上车 这个东西五百块附近皆可进场 这是第一笔本身 我公开节目跟你讲的位置 他还跌到四百七十十块 对不对 第二七十十四块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特别跟你讲 五百零八块这个地方 你一定是最后的上车点 他还跌到五百零五块 已经第二次的操作了 包括圆月二十七号 我正式跟你算给你看 我说公手转换点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跟上 五百四十一块一个汉维科 这个地方你是买不是卖 是买不是卖 他还跌破过 隔天圆月二十二我们的会员九点钟 你乖乖的跟着我 什么都不要想 现在电视台公开跟你讲五百四十一块 但是你是从性上看什么 第一个 因为他那时没有涨 他是修正下来的一个形态 你看是一个趋势是向下的 我却看到他未来会从这地方 往上做一个上涨 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带你买过来的时候都修正完毕 跌完之后 我带你做进场 而且公开跟你讲五百三十九块 当然这一笔 你有没有办法 这是已经什么 第三次的操作了 但这个公开电视台跟你讲完 他这笔直接喷出了 到七百块没有再回头 这地方你都看到 包括去年十一月十九号 你愿意五百五十一块 第一波段涨到六百五十二块 一次 两次告诉你 而且我都公开有跟你印证过 五百块以下 他跌到四百七十四块 包括五百零八块 还告诉你最后的上涨店 但是的确这种股票有个特性 他在整你的时候套死你 就是说你在他没有 他不动的时候 你进去的人你会非常难过 他会跟你讲说你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什么 你的心要很定 这难上张 唯有什么 你每一次操作就是什么 要最少你每次操作 这要十五% 十五%以上 包括元月二十一号这一点 你怎么说 谁对的 单单这一段是不是大波段 主身段嘛 对不对 两百多块的空间 你这样子的操作说上 你每天怎么说这 大盘难操作呢 今年行情有多难操作 是因为你的选股的动作 你没有选到一个股王级的操作 你选到一个股票 能成为股王级的操作代表什么 它的利用攻守转换点 你可以以最短的时间 创造它最大的获利 大盘实际上严格讲起来 今年的行情 有没有几百点的空间 上上下几百点的空间 不知道现在又创新高 不小心它又跌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 让投资朋友非常的什么 那个心里上是七上八下 非常的煎熬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你就严守的动作 你的心要定 它虽然看起来这行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波动 毕竟它已经创新高了 你到现在觉得奇怪 怎么莫名下不小心创新高 是谁带动还是汉维科 好 接下来讲 近期赛普热市的一个国家挤兑的问题 那时你也下了半死 在台湾非常特别的地方 潜跌性是很容易受人家的影响 但是3月20号 当下来讲 你自己看过来 我说台股今天下跌7798 下跌了40点 我说前一阵子你说这一定会修正 没错到这地方反而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然后这真的就是什么 要买股票买什么股票 告诉你台积电的周边的28奈米供应链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的很明确什么 就是在什么 汉维科 好 这地方来讲 包括电视台那天还特别跟你讲 所以这传承稿是写给我们的会员的 就是28奈米的股票 那汉维科公开这白紙写黑 我一直跟你讲700块附近都可以上升 3月20号 我也很想 我没有 我对你很好 那你也没有赚到钱 你没有枉费 我真的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会员的东西 就是希望你要有什么 要去做个行动 但是你看到的时候 你喜欢跟着那个外资法人的动作 可是这地方实在就不流行 你一定要领先它 700块这个当时 那单单这一段呢 对不对 你都看到我跟你的规模 包括近期的400 4月15号总共在电视台跟你讲 我要跟你公开什么 4月15号722块 隔天它跌到706块 收一个长红棒 就这样子 结果现在来到890块 多少人心里多痛啊 多痛什么 真的很可惜 它真的是 为什么 因为你那时看它嘛 看着它就这样子 我常常跟你讲 是现在桌上的水果 你拿去吃就好 可是你就是什么 这嫌它太贵 现在来到800块 你也嫌它太贵 我常常跟你讲说 只能比喻说 你用红达电那种操作的精神 来操作汉维科 那个三年前 红达电大脏到1300 你操作红达电才有那个价值嘛 你要操作红达电 有那个 有办法长了一倍吗 没有意义嘛 不是说我要看孙女的股票 要讲红达电 我早就 如果他能长一倍 我早就跟你讲了 我就说今年古王就是汉维科 所以今天来讲 你从这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的 因为毕竟汉维科 今年来讲 你从这个地方已经看到 我们很轻松的 你自己算下来 这样的获利 五次的操作 这个地方来 总共已经百分之114.8%了 代表100万已经带回去115万 每一段每一段每一段加上 而且这些东西 都是在电视上公开的一个什么 一个攻守转换点 好 我都有公开告诉你 我要买劲了 我有沒有做动作 那你到现在说 如果你还没说 跟我说汉维科 你没有 那事实上算 真的是你对不起我 常常跟我很多人跟你讲 老师看你的节目可以赚钱 对啊那你为什么不要赚呢 因为什么 你有时候很怀疑 自己有没有办法 那个能力 常常跟你讲说 这就是人是英雄前日诞 因我跟你解释 跟你报告很详细 你的股票就太多 你太喜欢频频换股嘛 你每天动作这么多干嘛 你回过来 你一年有没有 一年有没有办法赚个倍数 连50%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好好利用汉维科 所以他根本不到一个半年的时间 你早就已经什么 已经翻倍回去 所以我应该还是邀请你 你也喜欢做股王的 你先拿到这个密令 我们的一期就是单月 你喜欢单月就可以了 一期单月要做翻倍的动作 你一期就是翻倍 我跟你讲 你要单股一档胜过十档 我跟你讲就很清楚 股票一定要集中 你才有办法拼回来 那当然汉维科这个地方来讲 他已经涨到895块 他也不可能回去 那你问老师下个买点 告诉我们好不好 我才不告诉你 我现在才不告诉你 之前你都不愿相信 我现在告诉你 枉费我的好意 你把电话拨通 你喜欢拿股王的命令 这地方来讲 欢迎你 我就跟你讲了就汉维科 把我大力光也跟你讲了 对不对 等下大力光更好笑 你看这些外资法 你敢相信他吗 卖光光 结果三天的一二三 大力光大涨了133块 三天就可以了 你说这么好赚钱吗 是他花不到你一百万的资金 一百万是人人都有的一个水准 对不对 结果他卖光了 他现在跟你买回来了 所以说你怎么可以跟这些法人呢 但是你跟着我的工手转换也不一样 我也画给你看 我去年从画这一段 我说我今年这一段从705块画给 这个你自己加了 我请问你 如果大力光持续的大涨的话 因为这一波来讲 那大力光相对来讲 因为他良性的一个比价效应嘛 一个涨那个涨就涨多一点嘛 良性的比价效应 你操作任何一档股票 只要你操作股王级的操作 就要有这种大波段的操作 你是要不要赚大钱 你在股市说出来 不是在那种什么 人家说的问道 要出一个出一个 要赚那个小钱干什么 逮到一个机会 你要掌握一档股票 把你之前所没有赚到宏达利的钱 从这个地方拼回去 不是因为以前你宏达利没赚到钱 现在套牢了 你一直要拼面跟他什么 跟他什么 跟他谈恋爱 那没有用的 你现在有兴趣的 我跟你讲 你之前没有赚到钱 你可以去利用大力光 利用汉维科 我们带领你用股王的命令 单期单月 带你做五一五的操作 这样你才有办法翻倍 我跟你讲 翻倍前就进来 前进就是翻倍 那你唯有什么 单股一档胜过十档 那报告一共也跟你讲这么清楚 都不用讲 好 这个地方有话给你讲七百七十三块 你注意看一下 他近期 昨前天最低来到七百七十四块 你说好不好赚钱 实在当下这个东西都是桌上水果 你拿去就可以 为什么你没有 因为你手上的流念太多一些 太杂的一些杂念了 一次要把它掏干净 实在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钱 不是老天对你不好 是你本身没有眷念你自己的什么 你的机会 所以当下我们在跟你说短天期 因为有些人说 老师我们先试试看 没关系 好 那我们这边就推出一个什么 因为只有五月份开始 四月份的冲冠股一档一融店 也是创破断新纲 汉维科我也跟你公开讲过都是创新纲 好 四月份的冲冠股已经过了 五月份还是告诉你 你要领先这些法人 我会帮你什么 你领先他 你比他 你要做法人股 我也要领先他 他在卖出之后整理完毕之后 什么时候他会买回来 我带你做动作 你可以参加我们这单月的五月冲冠股 而且你要接受股王的操作 你要操作最强势的股票 就是股王的 你要股王的命令 单单当下来讲 以3658 我会发 你会发 这个地方 单期单月这个地方来讲 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这边当下来讲一个月过一个就很快 现在实际上已经过了一年三分之一了 你今年赚到钱了吗 如果以今年我们的会员来讲 单单操作这个股王的话 他早就赚翻倍以上 一档一容店更不用讲 也有什么 没有漏气没漏气的 真的讲什么 你都看得到看得到吃得到 对不对 也是早就有什么翻倍了 所以当下你还来得及 你不要说过去那以后会不会 你不要怀疑自己不息 因为今年每个月的行情 都是要掌握封关股 就是冲关股就可以了 你好好把握机会 我们今年推出的时候 单月单期 操作股王级的操作 这地方来讲 有兴趣的把这电话拨通 好好的保问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Nokia Lumia 520 立刻升级智慧新机 手机零元起 更时尚的Nokia Lumia 720 同步热卖 欢迎光临买Phone 我们提供贴心服务 专业维修 三菱电机 静音导师 哇哦 现在买送你两千元悠悠卡 延长到六月底哦 三菱电机 第一手资讯 见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大家好 我是新鸣哥侯昌明 今天就来做一个聪明纳税大调查 大哥 知道使用牌照税什么时候缴吗 四月一号开始啊 我们都是在便利商店缴的呀 赞哦 帅哥 机车要缴使用牌照税吗 要啊 150cc 以上的机车都要缴 现在缴税很方便 六大管道任您选 按时角就不用多角质纳筋哦 多元纳税LongOK 行车上路更顺遂 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间为四月一号到四月三十号哦 九成以上的人盖质摄取不足 嗯 光靠食补你得吃这么多 或这么多 挺力盖加强定 维生素D3 强化盖质吸收 美 心 铜 猛 锁住盖质不流失 强化股本不费力 挺力盖加强定 母亲节送体力 给妈妈爱的鼓励 母亲节送体力 给妈妈爱的鼓励 HINET光世代推出声速降价方案 上传分享爱 平宽提升 价格更低 上传更顺畅 HINET就是快 申办就送HAMI PLUS个人云 在响零元家用WiFi 现在加入快播 0800 080 412 HINET光世代 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 HINET光世代 又回来我们第一个现场 所以什么叫股王局的操作 严格讲起来很简单 不是单单汉维克一档 但是汉维克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代表 现在严格这样股王局的操作什么意思 結果它這個股票持續會創波段新高 就是說你就是持續還要再漲 不知道它有什麼 要有什麼 所以要有翻倍的價值 這樣才是稱為是股王 高價股的操作說實在就很清楚 有這個價值的股票唯有什麼 漢文科還有擋定來就大力光 因為超跌了 你利用攻守轉換體再加上五次的操作 你就可以倍速翻 我們都不要一樣一倍兩倍三倍就翻上去 你唯有利用股王級的操作方式 你這樣子你才會贏 才有辦法倍速翻 你今年現在的錢才會進來 而且要集中 一檔接著一檔 而且動作不要多 你的錢賣掉就是賣掉 留下來買下一次的操作 就是說你就是五次的操作 給自己期許動作一定要慢 五次 而且什麼 全部這個都是領先法人的股票 才有辦法 而且股票持續什麼 都會創波段新高 代表什麼 你套牢任何一點都不是問題 這種股票才有什麼 才有那個價值可以讓我帶你做股王級的操作 包括還有一檔華碩 它就是有這個價值 我跟你講連華碩就是一檔什麼 也是一檔可以單股 股 就是單月單股 可以有這個價值操作的一檔股票 因為實際上它是一檔非常好的股票 它是一檔 實際上在3月4月12號這些外資法 我不知道怎麼看的報告 我講真的 我真的看了真的看不下去 不知道它是真的看不懂還是故意的 這地方來講 畢竟人家是分析師啊 英文也看得非常好啊 奇怪啊 它怎麼會做這種動作呢 4月12號我怎麼告訴你 那天你好好去看看 我說華碩這個檔股票 你要注意 它是假象 它的基本數字都非常非常的 是真是亮麗的 而且它今年低級還成長了百分之 最少說16%以下 年增 包括去年都賺了30塊左右 我請問你 它是不是萬般打壓季位金 你看到它一直在賣啊 賺一檔30塊錢的公司 包括今年還要成長了百分之16% 就連成長率都是16% 我請問你這檔股票 今年的一個成長這樣子的話 應該最少今年賺32塊 只35塊嘛 說實在這檔股票賺的相當的多 奇怪 對它股價為什麼這樣跌下去呢 這不是說不合理 所以我告訴我們的會員 幫我這邊分享給你 在它大跌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是個表面記錄線的破線 所以我常講說我不喜歡看這些東西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很深入的了解一下公司 你常常會被這個記錄線騙線的 這就很麻煩 我說萬般打壓街會是什麼 你自己看嘛 街會進 信任我 這張股票一定有價值回去的 而且這張股票說實在有沒有有沒有回去 說實在目前它的一個進來的新高在382 我認為跟你講真的 但我不希望你這樣報上報 因為現在低檔你把它賣 你高檔又買了 你永遠沒在哪賺 你 我也要領先這法的 你看4月12號你看過來 這張股票要賣多少 賣得好可怕 最重要我要告訴你 今天本身已經昨天4月30號 它開高走高站回去343.5 好 你現在回想4月12號 它那天開 也沒有開高 開低走低 一根長黑棒 誰賣的 外資法人 收在325塊 你看任何的線都是破線 有沒有破線 當然破線了 但是誰把你救回來了 我告訴你不要看衰他 實際上那天說是 最厲害的要311 隔天4月15號 禮拜一 我除了買漢文科 還特別在那邊當下跟你講 你要注意304.5不要再賣了 你不要我們4月16號全收了 311塊全部低檔 你買了哪個沒賺到錢 華碩還算得比較少一點 但是因為什麼 它還在低檔區 不急 但是連這種華碩 我都可以賺30塊給你看 而且最重要 你看這一根 紅K棒 是不是一次不小心全部把他 你4月16號看他要嚇死了 其實賣光光的人 你現在他全部都站回去了 你怎麼告訴我 追蹤了什麼 他到現在還沒買進來 還沒買進來就已經漲回去了 如果不小心跟大力光一樣 他大買的時候 你想說華碩本身 他有機會給你低檔給你買嗎 最重要當下我已經跟你講很清楚 你今年我也有領先 我有領先法人 我有做515專案 什麼叫515專案 就是法人骨的操作 我不是叫你跟在他後面 今年哪有習慣跟在他後面 你要領先他 他就像我們這個310塊你買了有沒有錢賺 有沒有領錢 到現在都還沒買回來都已經漲回去了 那如果他大買回來的時候你覺得還得了 那你說他會不會大買回來 那就好了 我想大家拭目以待 以後我認為這種股票如果他 他不買 那他要買什麼股票 對不對 這地方來講 那包括紅碩來講你要注意 紅碩目前大盤都是大力光因為財報超乎預期的好 所以大漲年紀三天大漲了133塊 三天內有一檔股票漲了100多塊錢 可怕 那漢偉科也是都大漲 好這些股票來講都是大盤今年的主流 那我跟妳講什麼現在沒有還沒有發布財報的 還有一檔股票紅碩 我買了242塊 包近來我跟你講雙敵打成了 你不要再賣 不要忘記 這個地方附近果然在這邊 你這檔股票一定現在很多人靠了很害怕 我跟你講這檔股票會不會不小心 他發布財的時候會跟大力光 哇 財報大好那你怎麼辦 到時你肯定要追高 我跟妳講真的 你這地方好好的把握這些機會 我跟妳講的股票都是在修正完畢之後 領先告知你 包到現在打他都沒買 你不要等到財報發布出來他在大 你跟他在那邊搶進 那你就沒有錢賺 這地方來講歡迎你 這地方相信我相信你自己可以的 願意要倍數翻的 單期就是翻倍 翻倍就單 單月翻期倍數 一期就是單月 這地方股王級的操作 這地方來講 今年尤其這個五月份是一個很重要的月份 五月沖關股 我幫你選定誰 你好好的把握這個 你就可以有辦法翻倍 好 五一五的專案等你來一起做操作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製補投資風險 我幫你選擇 有限度 分享和成功 創作 我幫你選擇 只有分享 能夠分析 分析 我幫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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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X限量追加50台 热烈预购中 2578-3777 2578-3777 嘴巴每天做这么多事 只靠刷牙刷不到75%的口腔 李诗德林 清洁口腔每个角落 给你全面洁净 一口唤醒 全面洁净 李诗德林 快30岁的柯淑娟 想上网拍卖她开了10年的老车 她先网过了相机 车子很快就高加买车 买了我的车 太车了 因为这张卡 她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